來看到針對屏東霧台飛龍瀑布塑膝意外 目前已知造成兩人死亡還有三人失蹤 今天救難人員繽紛四路持續在搜尋失聯民眾 而其中針對第一位被發現了罹難者 由於當時大體是掛在瀑布旁的山壁上 連日來溪流湍急地勢險峻難以扣近 也因此搜救隊伍是直到今天上午成功接觸到罹難者 就以人工的方式將大體移到平緩的石頭上 最後再以直升機吊掛離開 清晨五點半搜救人員前往飛龍瀑布持續搜尋 塑膝意外讓一名女性罹難者掛在山壁 空白畫面清楚看到黃色衣物就是女性罹難者 儘管第一時間搜救人員掌握她的位置 卻因為地勢加上溪流湍急不易接近 直到救援第三天上午8點50分 搜救隊下切溪骨成功接近大體 那昨天因為直升機沒有 它泡在水裡面直升機沒有辦法吊掛 那今天我們第一組人員用人工的方式 那早上8點50分已經接觸到大體 那同時用人工的方式把大體移到旁邊 這個岩石上面平台上面 直升機從台東機場起飛 將罹難者吊掛他的遺體位於飛龍瀑布上段七連鋪的第四段 再往下走第七段的白米瀑布就是21號發現41歲 陳姓罹難者的地方附近也找到其他的裝備 而這區也成了搜救重點50人兵分四入救援 由第二組的部分呢就會從我們這個白米深潭這裡往下搜尋 然後另外第三組的部分會從60米的這個地方 60米深潭這個地方往上搜尋 因為預料這個地方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搜尋重點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第四組呢會往下搜尋 搜救隊進入第三天 現場烏雲密布 氣象局預測受到封面影響 午後山區降雨機率高 加上地勢險峻搜救隊員與時間賽跑 全力營救 記者徐崇文雷文發SNG小組評論報導